强嫩毛新闻,触及你灵魂 当我们隶属中共的百年党时 可以划分为夺取政权的前28年 以及夺取政权后的73年 前28年 1921年至1949年 中共做的最重要一件事是 不择手段颠覆中国合法政权中华民国 这28年 中共是一路杀过来的 除了杀中共的敌人外 还不停地杀自己人 杀老百姓 在本期节目中 我们从五个方面来简单聊聊 第一 中共打AV团 肃反杀十万人 上世纪三十年代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率先打开杀戒 1930年10月 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毛泽东 为了将所有公开和潜在的反对势力镇压下去 先在红一方面军进行大清洗 开展所谓打AV团 反布尔什维克组织运动 然后扩大至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及其所辖的干西南地方红军 其基本手法是刑讯逼供 罗之罪恶 残忍杀害 据当时资料记载 被迫害的人 哭声震天 不绝于耳 残酷言行 无所不用其极 1931年1月 中共举行六届四中全会 向各中央分局各个苏区和红军下达为着塑星AB团 与一切反革命派而斗争的指示 分别派伯谷到中央苏区 下西到向恶西苏区 张国焘到恶语碗苏区 主持肃反 据中共上将萧克回忆录记载 中央苏区肃反 累计杀了10万人 红军长征前多年 中华民国军队总计也没消灭过这么多人 在向恶西 中共元帅贺龙回忆说 下西肃反杀人 到了发疯的地步 贺龙曾哀求下西 老下不能再杀了 再杀就杀光了 在厄狱晚 中共元帅徐向前回忆说 厄狱晚肃反比向恶西好不了多少 连我的老婆也杀了 不然杀人不讲证据 全凭口供 许多刑法害人听闻 1991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的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记载 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 是严重臆测和逼供性的产物 混淆了敌我 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其中AB团被害7万多人 社会民主党6352人 改组派2万多人 第二 西路军2万多人全军覆灭 1936年10月9日 22日 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 红二方面军分别在甘肃惠宁 宁夏将台宝会师 之后 毛泽东下令红四方面军第30军 9军 5军组成西路军 1936年10月28日 渡过黄河 开展宁夏战役 由此 开始了西路军在宁夏河西走廊孤军奋战 最后全军覆灭的历程 西路军全军覆灭后 毛泽东将责任全部推到 袁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头上 毛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写道 西路军的失败 是张国焘又轻机会主义逃跑路线的失败 为什么毛泽东指挥西路军 导致西路军全军覆灭后 却将责任全部推给张国焘呢 因为长征路上 毛 张在北上 南下问题上发生重大分歧 张率兵南下后 一度另立中央 加上红四方面军人多势众 令毛非常担心 毛一方面促使中共中央通过 关于张国焘的错误的决定 关于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等 狠批张 另一方面 让回到延安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号 毛用共产国际名义 骗张北上 张北上与毛汇合后 毛一方面设法剥夺张的兵权 另一方面 令元属张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两万多人冒险悉刑 在西路军全面覆灭后 栽嫁祸于张 给张致命一击 第三 长春围城饿死几十万老百姓 据显纽约时报记者杜斌所著《长春恶表战》记载 国共内战时 中共军队围困长春 导致约37万至46万人被活活饿死 长春围城从1947年11月4日就开始了 当时虽然未将长春城围死 但切断了小丰满水电站通往长春城的垫 炸掉了煤矿 百姓也弄不到木柴 到冬天 冻死 自杀者中 到1948年4月18日 东北野战军司令林彪报告毛泽东 要采取死死围困的行动 6月5日 林彪下达围困长春办法 沿进城内百姓出城 7月下旬 蒋介石电令驻守长春的国民党军队 疏散城内老百姓 但是 老百姓出城遭到中共军队强力阻挠 有难民哀求哨兵 我们都是善良百姓 怎能忍心在这把我们饿死呢 哨兵回答说 这是毛主席的命令 我们也不敢违背纪律 有人不顾一切走上前去 砰的一枪就一命呜呼了 渡兵历时十年写成长春恶表战 他说 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 每段文字都有依据 每句隐语都有处处 1949年至今 中共做的最重要一件事 是不择手段维护中共一党专政 这73年 中共也是一路杀过来的 第四 毛泽东发起的杀人 毛当政27年 发动了几十场血腥残暴的政治运动 从土改 三反 五反 镇压反革命 反胡锋反革命集团 肃清反革命运动 反右 大跃进 反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 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 四倾运动 十年文革 每一次运动都伴随着杀人 以十年文革为例 中共元帅叶剑英在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 一 规模性武斗事件 四千三百多件 死亡十二万三千七百多人 二 两百五十万干部被批斗 三十万两千七百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 十一万五千五百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 三 城市有四百八十一万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 现行反革命 阶级一级分子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反动学术权威 非正常死亡六十八万三千多人 四 农村有五百二十多万地主 赋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 有一百二十万地主 赋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 五 有一一千三百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 五十五万七千多人失踪 1980年8月21至23日 邓小平在北京两次接受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 法拉奇问 文化大革命究竟死了多少人 等回答 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 那可是天文数字 永远都无法估算的数字 毛泽东前秘书李锐曾谈到 毛是绝不怕死人的 死多少也无所谓 第五 邓小平发起的杀人 1989年春夏之教 一场反观道 要民主 要自由的学生民主运动席卷全国 邓小平下令军队开进北京天安门实施镇压 在翻查当年美国白宫的机密档案中发现 美国政府曾透过中方戒烟部队线人 获悉中南海内部的一份文件 评估六四死伤民众多达四万人 其中10454人被屠杀 六四屠杀到底死了多少人 现在很难有确切统计数字 邓小平除下令军队开枪杀人外 还实施了一项特别的杀人政策 从1979年起 中共开始实行一对夫妇 只准生一个孩子的一胎化政策 超生者强制堕胎 中共国家为纪委发布的数据显示 是2013年 中国每年人工流产至少1300万 居世界第一 其中还不包括1000万药物流产 和在民营医院做人流的数字 如果以每年1300万计算 1979年至2013年 34年间 中国至少有4.5亿胎尔被杀害 100年来 中共杀了多少人 1949年前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 1949年中共当政后 据美籍华裔学者曹长青统计 中共可能杀了8000万中国人 是整个二次世界大战 丧生人数的两倍半还多 其理论根据可追溯到 中共老祖宗马克思 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 这本小册子的核心教义 就是两个字杀人 一是从肉体上杀人 吉马克思鼓吹的暴力革命 二是从精神上杀人 吉马克思宣扬的 同传统的观念 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百年中共 杀人如马 血债累累 中共杀人之多 超过斯大林 超过希特勒 超过古今中外所有暴君 欠下无数血债的中共 积累了太多 太大 太深重的罪业 已走到历史的尽头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欢迎点赞评论转发 订阅本频道 开启小铃铛 第一时间收到更新资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